你 你干嘛 你要想想我 我走啊 别别别 走啊 不是 你我当了我爷们儿 你拉着我 你 你不好看 不是 不好看 别装了 爸 你不是伤得起不来身吗 怎么又剑步如飞了 是啊 我这儿腿怎么好了 这可能就是 这个生命的奇迹吧 是不是 太神奇了 现在这个录像 就是你骚扰我的证据 我全部都录下来了 我录着呢 开闭开闭眼 不开个闭 行吗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你要不想惹事的话 赶紧收拾东西滚 我就不滚 我跟欧凯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联系了 你守着我没有用的 我守的可不是你 我守的是这房子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你不觉得尴尬吗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哪 是不是 你让邻居们怎么看 这欧凯哥都不管你怎么看 你还管邻居啊 那我只有报警 报报 报警 报报报报报报 报报 报报警管警察也不管你这些事啊 您好 邻居 别 别 别 我这里现在 快 快 快 别 别报警 我个警察不管这些事 你报警 犯不上当那么大对不对 那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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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还不行吗 现在欠钱的都是大爷 你快点 我告诉你 你别后悔啊 你 我告诉你 你别后悔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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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住家里 那我只好在这儿搭账头了 这就不算四川明天了 我可以让保安把你给撵走 那保安撵不了我 这物业的管理条理每一条我都看了 没有说不能在公共区搭帐篷中一刷 你不是这儿的业主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逗留 对啊 我还不是这儿的业主 我两年后才是这儿的业主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这样 我就到小区门口去搭帐篷 这样走过路过的人问我怎么了 我就说谁谁谁欠我钱 他们家丧尽天良 搞得我无家可归流浪街头 而且我还有残疾 真的是太惨了 你就是个无赖 我这都是跟欧凯哥学的 反正要不要我进去 你自己考虑 我还是挺喜欢刚才那间客房的 啊 格局啊装修什么的都不错 住个一年半载我觉得不是问题 我就算把这房子烧了 我也不会让你进去住的 行啊 那我去小区门口闹 你爱怎么闹怎么闹 你爱在哪儿搭帐篷在哪儿搭帐篷 我无所谓 不是 你不怕丢人吗 只要我不怕丢人 丢人的就不是我 那你让街坊邻居怎么想 欧凯哥都不在乎我怎么想 我还需要在乎邻居怎么想吗 不是 别 那我就去向东大街四十五号门口搭帐 我去闹你父母 你们说过不骚扰我父母 我是答应过 但昨晚你反悔了 我就没有必要遵守自己的诺言 不是 你干吗 你要骚扰我父母啊 走啊 别别别别 走啊 不是 你我带了我爷们 你拉着我 你不好看 不是 不好看 不太不好看 不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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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不饭